昆虫学博士艾达有着一份科研机构的体面工作 有着自己热爱的孩子们 可他在生活中依旧有两个小问题 一个是自己的孩子们总是会吓到邻居 一个是自己的兴趣向不是那么的主流 两个小问题一结合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艾达找不到一个互相对眼 并且跟自己一样狂热的喜欢着昆虫的女孩子 就在昨晚他还吓走了自己好不容易相处下来的女朋友 同部门的兄弟告诉艾达 昆虫学不仅是个冷门的专业 还是个冷人生的专业 在追女孩子的时候 千万别说自己是个狂热的昆虫爱好者 还是个博士 并且家里还有上百只大大小小且自由活动的昆虫 不然这辈子是别想找到对象了 可艾达最近却发现自己似乎被一个妹子暗恋上了 他三天两头的来研究所闷头画画 只有在自己经过的时候才会抬头偷瞄 在兄弟的怂恿下 单身寂寞的艾达终于鼓起勇气 结结巴巴的和对方搭讪了 可对方的反应完全出乎了艾达的预料 这个叫福斯的姑娘还真是冲自己来的 对自己了如指掌不说 还分外的幽默 初次的见面如此和谐 似乎预示着两人未来有无限的可能 艾达高兴的回了家 刚到家门 艾达就发现自家门口放着个匿名寄来的快递 这居然是个硕大的虫箱 而里面的东西正是一只甲虫 还是艾达从未见过的品种 这对于昆虫学博士来说 无异于天大的惊喜 但他同时也发现了 这只甲虫有极强的攻击性 第二天出门 小心的艾达也只是多压了本杂志在虫箱上 可他没想到的是 这只甲虫的力气可比他想的大多了 人逢喜事精神爽 艾达来到研究所 鼓起勇气邀请福斯共计晚餐 而对方也欣然同意了 与此同时在艾达的家中 甲虫已经跑了出来 作为一只虫子 他居然想猎食房东太太的狗 而本就心意相通的两人 约会进展也是快的不可思议 福斯想去艾达家中看小电影 这可让艾达有些犹豫 毕竟前车之间可太多了 但家人在侧 艾达也不擅长撒谎 顺其自然吧 在艾达的家中 两人很快纠缠在一块 丝毫没发现 吃饱了的神秘甲虫正在枕头之中 四日清晨 该来的总是会来的 福斯发现了艾达的小天地 看见了众多形色刻意的昆虫 然而让艾达感到意外的是 福斯居然一点也不害怕抵触 在问询下 艾达很快发现 福斯居然就是自己教授的女儿 自己总算找到了 生命中的灵魂伴侣了 与此同时 艾达也发现了神秘甲虫 逃出了虫乡 两个甜蜜的爱人 开始满屋子通缉逃犯 两人的同居生活甜甜蜜蜜 除了福斯偶尔头疼 以及虫乡外风上的笔记油桌 引起了福斯的注意外 并没有过多的插曲 而福斯的病情似乎愈发严重了 有一天打扫卫生时 福斯找到了艾达丢失的那只恶虫 就躺在自己的枕头之中 刚要打电话告诉艾达的福斯 听到了枕头中传来阵阵坚明 瞬间丧失了意识 犹如被控制般躺在了床上 而当艾达回来后则发现 福斯变得放荡不羁 不仅对房东太太恶语相向 还在小孩子面前乌言会语 艾达也因此被勒令 一个星期内搬走 回到房间的艾达哭泣着问福斯 为什么要这么做 福斯却直接爆发了 疯狂地辱骂着世道伦理 以及身边的每一个人 情绪激动之间 耳朵猛然喷住农叶 随即便摔倒了 福斯执意不用去医院 艾达只能留在福斯身边照顾 可这时研究所内的兄弟传来几电 让他赶紧过去 福斯也面无表情地表示 自己一个人没问题 来到研究所 同事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他收到了寄来神秘虫乡的神秘人 写给艾达的信 他在信中详细描述了 自己寄来的虫子 表示已经发现其蕴含特殊毒性 并且能够在叮咬猎物 毒素进入血液后 能使猎物变异 性情大变不说 更奇葩的是 信中表示 只要毒素进入猎物DNA 就能使宿主怀上这种昆虫的后代 信中自理行间满是歉意与忏悔 在同时看来 这竟是不符合生物科学 胡编乱造的笑话 可艾达笑不出来 他知道自己的爱人福斯 一定是被咬了 他急忙赶回了家却发现 警察正在封锁着现场 房东太太意外从楼上摔下死了 而福斯看似正常的举止之间 艾达却明显发现了太多的诡异 为了以防不测 他打电话叫同事赶紧过来 艾达也已经猜出了 那只一直找不到的神秘甲虫 一定就藏在枕头之中 福斯就是这样 才被虫子咬到的 寻找之下果然发现了那只甲虫 而此时福斯也走了出来 虽然保持着理智 但福斯仿佛已经被洗脑了一般 他告诉艾达 自己早已知道 寄来甲虫的神秘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自己多年前在父亲的课堂上 初次见到艾达时 就已经对艾达一见钟情 可是自己身为昆虫专家的父亲 艾达的教授并不同意这桩婚事 所以福斯的父亲 寄来能使人失智的毒虫给艾达 想让自己的女儿自觉的离开一个疯女人 谁知弄巧成拙之下 毒虫居然咬了自己的女儿 而此时福斯也露出了变异后的恐怖面目 他的同事赶来后 也只是成了福斯的晚餐 被吓得贪软的艾达也被虫子咬了 不久后 两人像怀孕满月的孕妇般坐在沙发上 满怀期待地等着新生命的降临 而在两人身后 是两人的主人 是掌控着两人思想的虫子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